大家好,我是MagCenter导师,我叫Larry 今天我们会弄这两款空气草盆栽 除了包装,会有HOMELESS的挂钩 到时大家可以,除了放在这里之外 也可以挂在这里,两个都可以挂 圆形这个挂钩的时候,可能要在设计上 花点点心思去做 首先大家打开自己的材料包 因为有两款,两款都会讲解一下 先拿开,放在旁边 首先打开材料包,拿胶袋里的东西出来 同时应该有提醒大家,在做的时候 我们有两件事要准备的,一件是十字螺丝 一个就是一个剪刀,其余的工具 应该在材料包里面有 打开材料包之后,我们先讲 正方形这一款 正方形那一款,我们的材料包 就会有四个木片 然后会有一个皮革的握 一条皮革的握握 然后就会有这个线 这个线有点特别的,是扁的纳线 我们的材料就有这些 我们的工具就会有一个浙纹膠指 有两张砂纸 有一支胶水 还有一个小锤子 还有两个要大家准备的工具 螺丝批十字螺丝批,还有剪刀 还有在包装里面应该会有另一个胶袋 分别去装起了空气草 大家应该都收到同时的提示 大家尽量在收到包装之后 将空气草在胶袋里拿出来 就不要焗它,因为始终植物都有生命的 你焗在胶袋里面 就会有机会坏死的 那我们现在首先 没错了,因为这个有两款的 我们现在说完正方形那一款之后 我们就会说圆形那一款 那我们圆形那一款 我们就会有一个圆形的藤圈 那它这里有一个步骤可以先做的 就是它这里有一螺丝 有一个握手 那我们可以扭的时候 这样就把它弄松 然后将这个圈拼出来 变成两个 那我们稍后圆形那些朋友 我们就会拿在圆圈 去製造空气草盆栽的架 然后圆形那一部分 我们除了包装也会有一批线 这个很重要的 是的,以及也会有两张砂纸 最后就是圆形那一部分 我们就会收到这一种长一点的空气草 是的,这两款空气草 那我们呢 两款空气草 这样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摆设 是的,那我们就会 take turns这样做一下 正方形那个 然后又过来做圆形那个 因为正方形那个 那个框框我们需要用胶水去粘 所以我们就等它干一会儿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圆形那个 但是其实大家的步骤也差不多 都会用纳线去交绎一个网状 然后我们可以把空气草放在架里面 是的,好,那我们现在事不宜事 就开始了 那我们首先 就拿起这个木块先 那圆形的朋友 你可以首先 就把这两个圈分开了 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找剪剪 是的,那圆形的朋友 即圆形的朋友 就是圆形的朋友 就不需要螺丝批的 是的,好 那我们现在首先 就会拿起四块木片 是的,那我们首先 这里有两块长一点 会有四个洞在上面 四个洞在上面 ok 那这一块呢 就会是左右 ok 然后呢 有两块短一点 ok 短一点,没有洞在上面 那这一块呢 就会是在上下 那到时呢 就会这样 去形成这个架架 那中间呢 我们就会去 是的 中间呢 我们就会有些钉 和我们会跳过绳 对了 之后呢 就可以放直过上去 那我们呢 现在首先呢 就会平放四块木片 在上面 ok 那之后呢 我们呢 就会拿起 那个小胶袋 对了 刚才说了 有个小胶袋 正方形的朋友 有个小胶袋 里面呢 会有一些钉 有些螺丝 ok 那我们现在首先呢 就会把那个小胶袋 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呢 螺丝和钉 其实呢 预算多了少许 充分给大家 那所以呢 我们呢 拿出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咦 那么多口螺丝 那么多粒钉 其实我们不会用完的 我们会用部分 ok 是的 那我们呢 先分开了金色的 这里有一粒金色的 金色的十字螺丝 是的 应该呢 我们呢 会用两粒而已 但是我们总共给了四粒 大家 然后呢 有一堆铁钉 是的 那我们现在首先呢 会做什么呢 我们呢 就会在这个架里面 你看到有一些钉 那些钉呢 其实就是给我们勾住那条线的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会把铁钉 砍了下去 木片上面 那我们砍的时候 有点提醒大家 那我们呢 一会小心点 用个锤子 那我们锤子呢 这个锤锤子呢 那我们这里有一块铁片 对了 这里有一块铁片 那后面有个羊角 这个叫羊角锤 那其实后面呢 就像一只羊的角锤头 那样呢 那这个铁叉位呢 其实如果大家一会 试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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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后面这个胶位呢 把它拿出来的 是的 那我们呢 我们这里 四块木片 那我们呢 首先拿起其中一块 长一点的那块 ok 那长一点的那块呢 我们呢 那我们的基本的 这个锤子 大概就是 你会见到 每一个边呢 每一个边 大概呢 都会有三口钉 或者两口钉 这样 尽量呢 都是两口钉以上 是的 就不能一粒 因为一粒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就到你锤的时候呢 因为呢 你看到那条线呢 是 你会继续 打架叉 这样去锤 如果你的钉 钉的时候呢 那一粒钉 你就可能要重复很多次 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们锤钉的时候呢 尽量都可以分开两三粒钉 然后呢 我们锤的时候呢 就可以多几个选择了 那我们如何钉呢 首先我们拿起铁钉 我们锤近一点点 我们钉的那个位置 是 好 那我们呢 钉呢 我们呢 尽量 留意 尽量在一块木片呢 我们不要放在正中间 不是不代表不可以放 但是呢 我们尽量不要放在正中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锤那个黑黑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呢 要尽量锤得 对了 是开一点的 你会看到有中间的 但是呢 多数有很多呢 都是在旁边 那我们锤的时候呢 我小心拿这个植物出来 接着呢 我们锤的时候呢 尽量看到呢 是有些分开 那因为呢 有这些位呢 它才可以呢 落到植物上去 如果你这个位置下面的时候呢 那你就呢 可能锤的时候 要锤多几下呢 就是 来回多几次呢 那才可以 落到植物上去的 对了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会先锤下去 那我们呢 锤下去的时候呢 拿着口钉 那我们锤子呢 拿厚一点 拿到最尾 对了 不要拿这么上 对了 那我们呢 用锤子轻轻力 敲了几下 看看位置 对不对 对了 那我们呢 大概 在这里 对了 那我们呢 锤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 因为呢 如果有些朋友 像我那样 手指 比较粗的 那我们呢 如果这样拿着口钉 就会锤到手了 那我们可以这样 轻轻扶着 因为口钉呢 其实不是锤进去的 我们的口钉呢 锤到进去 那大概 给大家看一下 锤多少呢 大概 锤入这么多 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就是 但是我们不是可以很轻松的 用手指一拔就拔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分布在木上面 不同的位置 这样去锤 对了 这样会有少少吵的 对了 那所以呢 我们呢 锤的时候呢 都不要紧要的 因为呢 弄手工就一定会有点 对吧 那我们这样锤吧 对了 那么呢 留意一下 我们锤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太变 什么意思呢 太变的意思呢 就是呢 我们呢 铁到在这些位置 这一粒 就太变了 有什么问题呢 你看到这个木纹 垂直的 那我们铁的时候 旁边这个位置就会 裂开的 如果太变的话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一粒呢 就尽量都不要用了 我们用这些 入少少的 其次 你看到上面这里 有四个洞 那其实这四个洞 最后呢 我们呢 就是要来 辅助我们 将这个框框 这样钉 那我们也会用铁钉 去固定它 所以呢 铁的时候呢 就落钉 不要落得太变 就是不要落到这里 对了 不要落到这里 要入少少 尽量在正中间 这个长方形的位置 就可以了 那其实要怎样铁呢 就没有所谓 Random的 因为我们铁了出来 也是很随心 或者很随意 总之呢 我们呢 对角对角对角 这样铁就OK的了 那铁的时候呢 我会再教大家的技巧 好 那我们呢 现在给少少少时间 收到方形的 这个范图的朋友呢 去订阅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可以转过来 去圆形这一部分了 这样收到这个圆形框框的朋友 到你们了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会呢 拿起这条纳线 OK 是的 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心急 剪掉它 因为我也不会知道 大家呢 要调多少的 那所以呢 我们呢 首先拿起里面 这个圈圈 那里面 其实 内外这个圈圈呢 我们是用竹做的 那难保呢 有些竹 它生产的时候呢 会有少少刺 那所以呢 你会见到 不是木工 即不是木的 都会跟着砂纸给你 原因就是呢 因为我们拿起这个竹的框框的时候呢 是的 那我们呢 如果看到有些木刺 那我们呢 就轻轻 竹刺 轻轻去打磨一下那边 让它不会太切手 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应该呢 我也有帮大家查过 大家那些呢 都应该很smooth 那当然啦 如果你摸上去 有少少刺手啊 那呢 除了是这个 折蚝口 这里是一条斜线的 如果是细心看的话 是的 除了是折蚝口之外呢 其余那些位置都很smooth 是的 那折蚝口那里 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刺手啊 那我不想刺到呢 一旦翘的时候呢 那我们轻轻去摸一摸 用叉子 是的 那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会先起了头 起了头呢 因为它是圆形 那所以呢 那个头呢 你起在哪里呢 都没什么所谓的 是的 因为呢 随时可以turn的 OK 那我们起头呢 怎么起呢 那我们呢 拿起一个线 在这个圈里 转 是的 那我们呢 尽量松一点 是的 弄松一点 是的 尽量松一点 这样转 是的 那我们呢 可能转两三个圈 这样转 两三个圈 OK 我要弄松一点 给大家看 这里呢 转了 两个圈三个圈 是的 好 是的 圆形那些没有沙子 不要紧要的 基本上呢 因为可能我已经查过 我同事呢 他发觉 原来都很smooth 基本上都不会 是的 刺到手的 所以大家呢 不用太担心 没有沙子都不害怕的 是的 那我们呢 条线要多长呢 我们呢 条线呢 不需要剪住 是的 因为呢 一会儿转的时候呢 我们扔着这些东西去转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转到最后 就知道差不多够了 我觉得 这样才可以 是的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可以 如果看到有刺的话 我们小心点 可以撕掉它 是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拿起这个圈的时候呢 也可以查查 它表面有没有刺 是的 那我们呢 如果有刺的话 轻轻撕掉它 好吗 那我们呢 转到三四个圈之后呢 我们这里拿起一个线尾 那我们呢 就在线和线中间这些位置 打直 打直 这样 有点反光 对了 打直这样穿进去 这样 要确定呢 它 这样穿进去 OK 这样穿进去之后 好像现在这样 现在更松的 但是呢 我们呢 等一下 索索它呢 基本上呢 这样索索它 对了 拔一拔 因为那些线呢 它会卡住了 对了 这样卡住了 那它就不会掉了 OK 对了 好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开始转了 这个 我们会转到圆形那个先的 是的 因为圆形那个呢 对了 对了 我们现在转了 那我们首先呢 会转到对角 这样吧 转一下 这样转了上来之后呢 那如果你就这样 再继续去的话呢 它会有点松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可以 把它扔过来 这样 看一看这里 那我们呢 把它轻轻地 转一个圈 OK 转一个圈先 然后 扯紧一点点 那我们呢 就可以呢 转到下一个位置 OK 然后呢 我们呢 可以这样 斜斜地 对了 因为它是圆形的 你没有可能一下子就打斜去的 是的 就算可以 也不会稳妥 那所以呢 我们呢 这样斜斜地 这里转一下吧 OK 接着也是 对了 同样 这样 转一下 OK 让它稳妥的 那你会发觉 咦 中间 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打对角 这样转了 那其实呢 转的方法呢 也不会说是限了 一定要这样转的 是没啥所谓的 最主要呢 就要你前后 前面和后面 交叉 中横交错 这样去转呢 那它有那个空间呢 就可以了 那转到中间 差不多 你会发觉 那些洞开始不够大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要紧要的 因为呢 其实你开头的 Foundation 这些位置呢 我们已经转了 一两下的 其实也稳妥的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可以继续 是了 skip了那个 打圈 但是开头那几下 就一定要的 是了 OK 这样转了 这样转了 那还有呢 我们呢 除了转对角之外呢 我们呢 尽量呢 留一点点平衡线 因为这些平衡线呢 它的好处就是呢 它可以将那个植物 放在那个位置 是的 那我们呢 继续这样转了 是的 那你会说 sir 有些会松了 那也不要紧 那我们呢 在转的时候 如果它真的松了的话呢 我们呢 就可以 转转推进去 是的 如果不是 再不是的话呢 我们呢 可以 用个皱纹膠纸 转转一粒 OK 是的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大概转了这么多 是的 那其实呢 都已经很足够了 那当然了 sir 我想转多一点点 可以吗 可以的 因为其实呢 它中间的空间呢 是一定足够的 所以呢 我们呢 转多一两下 可以转在不同的位置 那么呢 我们转到这么上下呢 呢 就可以 剪掉了 那我们去到尾 这里呢 我们可以 是的 那这个呢 其实转多少 是的 不知道怎么做 不要紧要的 我们呢 其实呢 这个呢 一直在这个圈上 转 是的 让它形成一个这样的网 是的 没什么所谓的 那最主要呢 就是你不要转两下 就算了 因为呢 你会看到我们呢 你要浪得起一棵植物 是的 也要转多四五次的 是的 那我们呢 如果你想预了一条线的长度 也可以的 那我们条线的长度呢 我们一揽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伸直到一手 那大概这里呢 会有2.2米左右的 是的 那最多我们 因为其实呢 鞭线有这么多 我们转到 喂 我觉得这个不对 就是想重新再转过 没问题的 那我们剪了那条线呢 就重新再转过 都可以的 这个 就是不仅是可以转一次 你可以呢 我们给了一个盘子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有 持续 有空转一下 不同的转法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架呢 是可以随时脱出来 再放进去都可以的 OK 好 那我们去到尾了 再说回到收尾那里了 那收尾呢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会把那个尾 转回几次 在这个边 对了 和刚才一样 都是 我们呢 用那个尾转完之后呢 就放进去 那条线中间 跟着之后 索一下 那你会说 好像不太确实 因为不要紧的 这个位呢 它不确实呢 我们呢 之后呢 有一个外圈呢 它会夹住它 对了 因为我手指有点粗 那所以呢 就要点时间 这样 然后锁一锁 对了 其余那些位呢 我们可以再轻轻 改善一下 让它呢 弄得紧一点点 对了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弄得差不多了 这样呢 定了位置之后 我们呢 就可以把这个圈 放在桌面正中间 那这里有口螺丝 这里有口螺丝 那我们呢 不要拦出来 我们拦松一点点 脱口螺丝 还要在上面 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由上而下 这样 吸进去 卡住它 是的 那当然了 阿sir 这个位置好像 就是我 你弄的位置 可能不是很正确的话 我们这个是个顶 这个不是个顶 那所以呢 我们譬如说 这里有个洞 我想这里 直向上放的 那我们小心地把它抬起来 然后转个圈 把它放在对位置 然后呢 放好之后 我们呢 就把这个收紧 那基本上呢 那条线呢 就会被 两个圈 外圈去夹住了 是的 是的 那我们呢 有些朋友问回凸钉那里 那我们呢 其实呢 这里我们已经预测了一点的 那我们呢 长短也要抬 看到吗 是的 长短也要抬 那么 最基本 每块木片 两口钉以上 是的 钉四五口都可以的 但是呢 到你一间转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钉 就会没用的 是的 就是放在这里 转不到位置 是的 而且尽量呢 你会看到 前后左右都有 不要放在同一条线上面 OK 就是这样了 是的 长的短的都可以的 OK 那有没有划分正反呢 基本上就没有的 你钉了之后那一边 就是的了 OK 好 那我们呢 去回月形的那个先 那些线有些松 那我们可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轻轻去adjust 如果我夹得很实际 那我们可以扭回松一点 对了 好 那我们呢 怎样收那条线 可以再示范多一次 是的 那我们呢 现在呢 拿出来先 那大家呢 收那条线 好 那 你看到呢 拿出来会散掉 不过不要紧 我们呢 一会再去调整一下 那我这里弄开它 再示范多一次 给大家看 好吗 那我们呢 不同的位置 是的 那如果你也想它实一点的话 既然我们剪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 这样打多一个圈 就是每一个都 每一个位再打多一个圈 然后先move on 去下一道 是的 那是会实一点的 这样 OK 之后呢 我们呢 可以修成了 那理论上呢 我们呢 应该前后呢 都要有 线去横跨住的 那大家慢慢来 不需要急的 那可以到时呢 这一路往下转的时候呢 就一直看着这个形状 你看到我这个呢 我特意预留我这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 其实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 摄破空气 那我们剩下这些 那我们剩下这些 那我们修尾 这次讲的圆形 这个修尾 那我们呢 首先捉住一条线 那边 然后 铢一个圈 回去 然后我们再翘翘一个 前后翘翘两个圈在同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不用太紧的,像现在这样 然后我们用一个省尾在其中一边穿过去 然后索紧 在拉着它的时候,其实在中间的省和中间 它会在这里的 给大家看清楚这个位置 在另一个角度 这里是在省和省的,稳稳一点 之后我们就可以,刚才我说这个位置是向上的 那我们这个圈圈的螺丝顶就向上放 然后 就放进去 对了,吸进去 然后我们吸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收紧 夹住了之后,我们剩下的省尾就可以用剪刀去收剪它了 那我们这个不仅是我用一次的,你可以定期去换摆位也可以 对了,线的长度 刚才也有人问,如果我真的想拿一条线 我不想整个饼拖住 那条线的长度,基本上我们拿着一条线 然后两只手伸开 这样打横 那这里呢,就基本上一定够整个角 那所以呢,我们呢 对了,那我们就可以先剪了它 那每一个桥的位置呢,上面这里呢 我们也要一条线 这里,一条线 那它会稳定一点的,OK 好,那我们呢 又回去,那我这条呢,就留给正方言那一条了 那这个呢,我们呢,大家可以翘一下 然后呢,去试试不同的形态或者形状先的 对了,没什么所谓的 那我省头那里也有一个省尾 这里,省头也有一条尾 那我们也可以沿着那边剪掉 不需要留那么多这样的,OK 小小就可以了 对了,这样,OK 好,那我们先放在这里 这个放在旁边 那我们呢,回到正方言这个了 那正方言这个呢,大家呢 应该呢,都会,对了 是,是,时间关系了 那我们也把那些钉上去的 你看到呢,抖抖抖抖抖 不要紧的 对了,不一定要垂直的 对了,那我们现在首先呢 就会弄了个假的形状先 这个假的形状呢 就会是,长那两块 对了,长那两块呢 分别有四个洞在上面 这样的,OK 然后,短那两块 就会是这样放的 OK,对了 那大家呢,理论上 应该都会收到一卷测纹膠纸 有什么用呢 就是,在我们 下完膠水 固定它的时候 用测纹膠纸摘住它 OK 好,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了 那我们首先呢 拿起这支膠水 扭开瓶盖 那,运送途中 因为由我们寄出到 去到你们手上 都有一些时间的 那如果这支膠水呢 它可能运送的时候 倒转了摆 那它漏到这个瓶口 理论上呢 全部都会有个盖 那,如果它漏到瓶口 那这附近天气有时候 又干又湿 会塞了 那怎么算呢 塞了 那我们可以用一支牙纤通 或者用一些级钉 轻轻轻轻轻轻轻 但是应该正常 就没那么快的 OK 好,那我们呢 拿着这支膠水 那这支呢 你看到奶白色 好像连奶那样的 其实就是一支钻纤木的膠水 对了,它会给正常白胶脏 快干 和切得稳固 那我们下膠水的时候 留意着这里 那我们呢 让它 捏到嘴那里 接着呢 我们下膠水 记住 我们呢 不需要下太多的 那个磨 那个磨 在这里 我们在正中间 下一条直线就可以了 记住 有些朋友下膠水 他们喜欢这样下 凌晾 让它滴下去 这样是一个很错的做法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呢 这个只会是你吃 煉奶的多士 才会这样做 因为想多些 对了 那我们呢 其实下膠水呢 我们呢 应该 膠水咀碰住 沿着这样 你会看到 有点像擠牙膏的 对了 但是呢 其实呢 这个分量呢 不需要太多的 OK 小小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太多呢 因为你会摘出来 其实呢 都是你要抹抹的 OK 好 那我们呢 可以 摘膠水 那我们分别 在转一点那边 摘完之后呢 我们小心地 对了 那这里我们就 摘膠水 可以 对了 分别在短一点的左右都摘了 一条 那呢 那呢 膠水呢 我们呢 落正在中间一条 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然后呢 就准备责民交线 对了 接着呢 我们撕开了 这样呢 贴得那一边 平放啦 贴得那一边 向上 贴得那边向上 接着我们将这个放上去 对了 短一点的那边放上去 对了 在正中间的 OK 然后我们拿 长一点 有四个洞的那一块 那就慢慢把它 拍上去 OK 拍上去 然后 另外 有四个洞的 记住 虽然大家应该 都会知道口钉 是给我们轿线用的 所以口钉是应该要向内的 但是呢 我这里也提提大家 就是 黏的时候 记得 口钉 大家的钉位 都是在里面 不要反转 因为呢 我们其实底面也有洞 OK 好 接着之后 我们呢 就会 黏在上面这一块 那 黏在上面这一块 的同时呢 我们呢 就 有少少高难度的 要轻轻 它跌不重要的 我们扶着它 将一条胶纸 拉上来 扯着 贴着它 这样 贴下去 是的 那其实呢 这条胶纸呢 就是给我们 在弄成这个框的时候呢 它不会掉 是的 就放在 这个适当的位置 OK 接着之后 长一点这边 那我们呢 也都 将那个胶纸 贴上来 这样 扎着它 这样 我们呢 就不需要黏很多 的 我们最主要呢 就是 make sure 这个正方形的形状 是的 OK 接着我们呢 就可以拆掉它 是的 OK 那现在呢 它还很浮动的 会 动来动去的 那我们呢 刚才呢 说了 旁边 这边 我们有 四个洞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将这个架 打滑放 是的 那四个洞向上 OK 那我们呢 就会拿口 铁钉 那应该呢 大家呢 如果打得很兴趣 但是在打一下的时候呢 大家都记得留下八口钉 是给我们 是的 这里 OK 没错了 因为呢 这个空气槽呢 是有两款的 提提大家 可能刚刚有DN朋友到 一款是正方形 一款是圆形的 那我们呢 刚才呢 就已经示范了圆形的一边 是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会去做另外一款 这个的 那每人呢 应该只收到一款 木框的 是的 好 那我们呢 继续了 那我们呢 把口钉 好像 是的 入螺丝这样 放入它 是的 那我们之后呢 就会钉住它 但是钉住它之前呢 我们首先呢 就要确定 是的 这里 那边位是齐的 是的 OK 是的 齐的 那就OK的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拿起这个胶锤 是的 那这里有一块金属的 是的 那我们呢 就用那块金属的位置 这样钉下去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呢 它钉入少少的 是的 那没错的 因为其实呢 它钉入少少呢 它就会 插进去下面的块木 因为如果它太长的话呢 大家呢 就需要钉很久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呢 这个 只是预计少少 钉入少少 大家都不会说 需要太大力气 或者要钉很久才能钉进去的 那还有呢 那个洞的定位呢 基本上呢 就已经开好了给大家了 那因为钉钉呢 我们呢 最怕什么呢 钉钉呢 就最怕我们呢 就是钉了钉 钉了钉 钉了钉呢 除了呢 会影响外观之外呢 钉钉呢 有机会在旁边这样刺出去的 但是我们这个木框呢 因为呢 本身 就已经帮大家转了个洞 那那个洞呢 固定了之后呢 我们呢 那钉钉呢 就有一条管道垂直的 这样向下落呢 所以呢 它会钉的机会呢 就很小了 OK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四盒钉 你会听到也挺重的 那钉钉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呢 这里摸摸 你会呢 只摸到一个很浅的钉头 你不会摸到整个钉头 凸了出来 这样就完成了 OK 对了 好 那我们呢 踏到兴起 那我们呢 这里呢 木框 有两边 我们这样看的 OK 木框 上面 和下面 左右呢 我们是短的块来的 那上面和下面呢 我们呢 可以选一边 对了 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会撕掉胶子 因为呢 我们呢 刚才呢 这个胶子其实是辅助大家去钉这个木框的 那我们呢 就会撕掉胶子 但是呢 大家也小心点 撕掉 因为呢 其实呢 我们下了胶子 对了 好 那不重要的 绑极也不确 那我们稍后呢 钉好这个木框之后呢 会翻转头 再瞧一次给大家看 是否会圆形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会选择其中一边 向上 接着呢 我们会做什么呢 那一边呢 我们有一个握手 对了 这里有一个握手 那我们呢 这个握手呢 就要用金色的螺丝 对了 这里金色的螺丝 两口金色的螺丝 收下去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呢 在一个木上面 就这样收一个金色的螺丝 上去呢 那就需要的力气比较大的 那所以呢 既然我们这里有些铁钉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可以用铁钉 预先开个洞 对了 那怎样预先开个洞呢 我们首先呢 放在正中间 轻轻 凹几下 这样吧 这样凹几下 那我们呢 不用整口钉全部凹下去 凹下去之后 理论上 应该呢 是可以这样 拔出来 有个洞 那我们呢 这个呢 预製了个洞 那一会儿 就可以方便我们呢 去转口螺丝 下去的 那我们呢 这个螺丝的位置呢 尽量要是平衡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个洞 两个洞呢 应该要在同一条线上面的 但是我想打斜 可以吗 也可以 也是一个方法来的 我们之前也有其他朋友 试过打斜 这样去装 都可以的 也挺特别的 对了 打斜了会怎样呢 这样 ok 是的 但是我这里呢 就平衡这样装了 平衡这样装 对了 那我们呢 预先打了个洞 好像这一样 ok 之后呢 我们就会拿起 螺丝批 十字螺丝批 来的 那我们呢 就会拿起皮带 在其中一边 那个螺丝尖 对面那个洞 然后呢 我们这样慢慢 你会发现呢 开了个洞之后呢 它会很容易地 就可以扭进去的 ok 那我们呢 可以扭进去 扭进去 那那个皮带呢 是贴着这个表面的 ok 扭进去之后 就这样了 接着另外一边 你会发现 这个皮带是长一点的 正常的 因为呢 我们呢 要等它可以 捕起有个握手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是会预测一点点 这样 接着之后 我们第二个洞呢 都会放入螺丝 然后呢 我们呢 就会用螺丝批 对面那个洞 记得 对了 你可以拿起一点点 找到那个洞 接着你抓住皮带呢 就这样去扭下去 那你一路这样 施加这个压力下去 一路扭呢 那那个螺丝呢 就会慢慢 扭进去的了 那我们呢 扭到最后 那它就 皮带是铁服 在这个木上面 这样的握手 基本上就搞定了 好 那我们呢 等一下呢 先撬这个 我们呢 这些朋友仔呢 发觉啊 我的撬也不确实啊 这个圆圈 那我们呢 不要紧要的 我们呢 是的 都再回回头 或者我们这样 既然大家呢 这饼扇那么多 那我们刚才松了那些外茶 不要紧要了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再来一次 那扇线 我们呢 会拿长一点 那长一点的意思呢 就是呢 我们呢 这里 一揽手 打滑 是的 伸直两只手 伸直 是的 OK 那基本上呢 就一定够大家去用的了 那不要紧 不够也不要紧 我们这里呢 这扇线呢 是有 好像有五十米的 那所以大家呢 一次不可以 可以可以是有桥的 那我们呢 就再来一次了 那我首先 起头 就是拿起扇线 桥几个圈 桥几个圈 对了 拿多一点都不怕 因为呢 我们现在呢 预长了很多 那桥完几个圈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 拿起扇尾 在中间 在这个中间这儿 对了 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然后轻轻地锁一下 锁一下,它就会确定了 OK 锁定了之后,我们 就开始翘了 再做一次,我们翘,首先 对角线,这是最基本的 你每一来就这样打斜 我们先翘对角线 翘了对角之后,手指可以按住 之后我们 拿起这条线 这里 翘一下 我们不是这样就去下角,我们会这样翘一下 这里会这样翘了一下 如果你害怕,也怕掉了 不要紧的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它掉的话,我们翘一下 OK 其实翘多少下都没什么所谓的 因为这样 我们这条线也一定够长 OK 然后我们翘完这个对角之后 我们可以打斜 去翘下一个 翘下一个 也是 斜斜地 这样去翘 有些朋友都怕掉的话,我们就翘多一下 前后我们要这样打两次 OK 然后继续了 再来了 再翘 穿过去 翘多一下 你会发现 翘两下是稳定很多 当然了 你翘的越多次 它就会越稳定的 但是这个位置就会很大 所以大家就要 衡量一下我们翘的话 也不要翘太多下 最好两次左右 就够了 OK 那这次我也是 留下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之后翘的 那些 尽量都会放在下面 对了 那我们这样来回翘几下 之后又可以继续 再回上来 之后又可以回上去 这样我们 集中多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集中多一点 在下面 让它可以有一个 好像有个篮 在下面 让它 包住植物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翘到这样 我们不要一直一直翘 因为这条线 如果不够长的话 待会大家 就收不到尾了 那我们翘到这里 对了 回到这边 留下这个空间 或者这个空间 无所谓 最主要你会看到 下面形成了 像一个basket 那样 它就会 有个位置给那个空气草 去翘住 的了 那我们这里 这样翘多几下 就在这里收尾了 那收尾 我们 就好像刚才 这里收尾了 留下大概 那么长 30cm 或25cm 左右 去收尾 那如何收尾呢 我们跟刚才一样 就继续 翘 在那个 竹的框上 但是 我们 松松的 OK 松松地 不要那么快扯 松松地 扭持 然后我们翘几下之后 我们 按着那边 然后拿起那个省尾 然后垂直 垂直在这里 穿回 穿回之后 这样垂直 穿回 看到 穿了下去之后 在这个位 拿着这个省尾 拉着这个省尾 对了 在这里 先锁它一次 就会索实了 OK 对了 这里有两个 Tips 位 首先 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 剪一条 大约2米左右的线 然后每次 再下跌 这边 转这个位 我们转两个圈 首先转一次 再再多一次 再下跌 这样子 就会很稳定的 OK 然后我们转好之后 任何它留在这里 先 那我们 就把这个藤圈上面 扭转一点 然后我们找回 这个洞 我们本身预留在放植物的上方 那我们就把这个框 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先放进去 对了 按回 放一片 按扭转 按扭转的 对了 align了之后 我们先收紧 收紧了之后 我们 就可以拿起剪刀 剪掉了 那有些朋友说 这个颜色很单调 那不要紧 我们如果你想 帮它有颜色的 没问题的 你们可以自己用一些 码卡 碎笔 那我们在外框那里 不要有线 因为线我们会直接 碰不到植物 对了 我们游在这个框那里 也可以 OK 好 那我们这个就搞定了 回到这里了 那刚才我们这个框框 应该击好了 那刚才我们示范了 圆形那一边 那我们这个框框基本上 都稳固的 如果不稳固的话 我们就补回胶水 对了 那我们 就会撬这个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 和圆形的 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就会靠这个 钉的 这个框 这个位置 去招住它 所以我们现在 首先 拿一条线 这样就会 这样 摺了 U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U形这个位置 打一个列 这个列其实就是 帮助我们 一会儿 去 招 有那个 绳 那我们打了那个列之后呢 其实呢 就会形成一个 这样 的圈 OK 是了 慢慢来 不急的 是了 圈大小 没有影响的 当然了 如果那个圈 太小 现在呢 现在这个 适中了 大概是 好像一口钉 那样 这样 如果这个圈 如果太大的话 之后 就会有机会 有点松 所以我们 不需要太大 的 但是太小又不行的 因为太小的话 他听 条线 你一会儿穿下去 就很难穿 OK 那我们现在呢 首先呢 拿一个 就找个头 开头先 怎样开头呢 我们呢 可以找侧边 是了 譬如我们有点 在侧边 侧边 这些 那我们先找这些 去开头先 因为呢 你一来呢 就可以 打斜角 这样去 OK 是了 那我们开头呢 怎样开头呢 那我们呢 就会用这个 线 我不在那个木框里面做 那我只是用这一块 去做示范 对了 那我们呢 大家看得清楚点 那我们呢 首先 这样放在上面 OK 之后呢 我们找回那个线 另外一个针 接着呢 我们呢 就把它 穿过去 这个洞 这样呢 穿过去这个洞 之后呢 穿过去这个洞 之后呢 我们呢 就慢慢 这样 把它 拔掉 对了 那拔到最后呢 你们不需要 丹数表 为什么阿sir 你这一块 会凌空 这样的 这一块是做示范 理论上呢 你这一块 应该已经 钉了木框的了 那我们呢 这里 对了 接着之后呢 我们呢 这里就会这样 慢慢收紧 这个圈呢 你会看到呢 它就是这样 索了在 看到 索了在这口钉上 索了在这口钉上 那就很稳定了 OK 好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先 开了个头 用点时间 对了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呢 我们呢 将它 套了下去 这样套下去先 接着之后呢 找个木框的其中一个锅头 将它 套下去 套下去之后呢 我们呢 把它收紧 收紧 这样就 卡住了 这样留意 我们呢 因为刚才打了个链 我们要确定 它是 收紧了 但是呢 大家 拔的时候呢 不要太大力一拔 然后使用口钉 飞了出来 那我们适中的力度 紧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OK了 之后呢 就开始 海尔乔了 那首先呢 我们呢 就会 对角 对了 可能这个 转过来 那转的话呢 我们呢 这里 可以 转上去 然后呢 好像刚才那个圆框 我们拿回一条线 去转多一个圈 就是每一口钉的钉头呢 理论上呢 应该呢 应该呢 是会转两下的 OK 这样转两下 这里 转两下 然后呢 那我们呢 移动到下一个 点了 那我们呢 其实呢 就好像 去 玩这个 玩这个 链线 游戏 这样 这样 我们继续着呢 这样 去转 然后呢 对角 这样去转 不同的位置 是的 一样的 也是 因为呢 我们呢 已经 预留了 位置 是 会放在 那个植物 这样 这样放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呢 转的时候呢 我们呢 也要想一下 下面这里呢 我们要 尽量呢 去 令到他 有一个 是的 basket 这样去 拌着 植物 而上面这个位置 近转度的位置 我们留空 那这个呢 就很靠大家呢 自己 去试一下 是的 怎样转 或者转到 怎样 那我们呢 踢钉的时候呢 都可以去 预留的 阿sir 我突然想加口钉 行不行呢 理论上可以的 但是大家踢的时候呢 就小心点 是的 你可以脱走 那些线 再加一些钉 就是你会发现 在转的途中呢 会发现 原来这个位置 有口钉呢 会是漂亮 或者容易 一点的 那我们呢 就可以在那个位置 加口钉 是的 那我们 random 这样去 转这个 转转 而且你会发现 这条线呢 它是有点 纳的 那些纳呢 其实就是 我们这一条纳线呢 其实就是一条纳线 上面上了纳 这样令到它呢 面呢 就会有个 滑一点的 surface 就是让大家呢 我们呢 放那些植物 下去的时候呢 就会容易一点 之后呢 我们呢 转到这条线 还有呢 它有一些纳在面的时候呢 大家 淋水 呢 那些水分 在植物上面 我们也建议大家呢 将那些 植物拿出来 先淋水 淋水 淋水放进去的 但是如果有时呢 大家呢 我 不想拆来拆去的 那我们呢 就这样放在上面 噴 用噴水 噴水 都可以的 所以呢 那条纳线呢 就不怕 那些水呢 会 走进去 线里面 那当然啦 你说是否可以完全防水 丢进去的水里都可以呢 那始终这个木框是用木造啦 所以呢 大家呢 就尽量都不要 噴那么多水在上面 是的 那我们呢 噴了水上去呢 我们呢 木框呢 都可以 去抹干它 是的 那我们继续这样 OK 对了 那我们继续对角 又翘下 一些不同的斜角位置都翘下 那我们呢 那个翘的方法 或者翘的方向呢 就没什么所谓 而且呢 没有所谓的意思就是 我们呢 不要 大家在同一个平面 上面 去翘就OK的了 就是你不会同一个面来回这样翘 那是没意思的 我们呢 尽量都要在对角 斜角 对了 这样去翘 这样呢 出来的效果呢 才会漂亮的 好 那我们呢 现在这里呢 就翘了 那么多 那我们呢 你可以再翘多一点 因为这条线其实我们现在呢 是预长了的 所以大家呢 应该是一定够的 除非你翘得 很密的 那我也不建议大家 翘得太密的 为什么呢 因为翘得太密的话呢 就会 有机会 植物在中间 放不下去的 是的 那你会说 我可以预定的位置呢 其实 都不是 那么容易去遇到的位置呢 是可以翘到的 那所以呢 大家翘的时候呢 就可以尽量尝试一下不同的方法啦 或者不同的角度啦 这样去翘进去吧 然后再拿一条线出来 好 你会看到呢 下面呢 比较密 上面比较疏的 那我们最后呢 就来多一两个圈 翘 上去的 是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呢 最后呢 现在大概呢 翘得七七八八了 还有一两口钉 那我们呢 只剩下一两口钉 你可以 去 用来收尾的 那我们在同一个level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 翘呢 就尽量不要在同一个level 就像这里 同一个level 是的 那我们呢 尽量都翘在不同的角度 但是因为这个呢 我们现在呢 要翘的都翘完了 那只剩下一两口钉 那那些收尾呢 我们就没所谓了 OK 那我们收尾呢 怎样收呢 我们在同一个后钉 又是 这样翘几下 翘几个圈 对了 转转 对了 同一个后钉上面 翘几个圈 然后呢 我们弄松一点 然后呢 如果你发现 条线太长了 我们都预松了 重要的 那我们都收尾了 那我们就可以 剪短一点 那方便我们呢 去收尾 那我们呢 就会在后钉 中间 和线 cross的位置 穿过来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呢 在线的位置 打个链 让它呢 可以 拉着 在后钉的位置 这样呢 就OK的了 好 因为 线 縮断了 那我们在这里 打个链 慢慢来 就可以了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在钉尾上 打个链 对了 这样呢 索了之后呢 OK 这样就不掉了 打了链 OK 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会 剪了那个省尾 那我们的省尾 留一点点 不要剪掉 OK 对了 这样呢 这里我知 大家可能要点时间 去撬的 这个weblog 也不是 就这样撬完就完 因为呢 我的空气草 其实也要讲解一下 大家如何养殖 那我们呢 对了 先拿回一个架 那一棵空气草呢 我们圆形的 可以回来了 圆形的朋友 我们的圆形那个呢 我们就可以 把空气草 对了 放进去 那我们放进去呢 我们呢 可以 在这个 上面那个 内部和下面的内部中间 那我们有个位置 预留了 空间多一点 对了 这样放在这个正中间 对了 我自己喜欢放在斜斜的 对了 就比较漂亮 那当然啦 如果你譬如说 有些好像 扎住了 那我们可以轻轻用手 扎住 它的形 是更硬的 OK 那这个 是其中一个 然后 这个是其中一个 先扎住 然后这个呢 我们呢 就会用这一款 这一款的 对了 亦都是 我们呢 就找个位置 把它 塞进去 你看 很漂亮的 交直轿在中间 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呢 大家慢慢轿 慢慢静 不要紧的 我们呢 这里 录下了 之后呢 可以重吻 那我们现在呢 很重要的就是 讲解 空气草呢 两款空气草 对了 如何去养殖它 或者如何去 令到它 开花呢 两款空气草 我选了给大家的呢 左边这款 正方人这款呢 叫黄精灵 对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其实因为它英文学名呢 就是一个 拉丁文 T字头很长的 对了 读的话呢 我也不是有那么好把握 去读得正 所以我就 讲中文名字了 这个叫黄精灵 因为呢 那些叶的尖竿呢 会黄黄的 是的 所以呢 他就是黄精灵 这些人就会叫 那这一种呢 就叫多角花 这一款 原型的叫多角花 是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多些呢 可以去Google 因为呢 两款都会开花 那你可以在 上网搜索一下 开花其实是怎样的 那我们呢 什么时候会开花呢 那花旗呢 正常呢 就会是一些 湿润 其实有点像现在的天气 湿润 但是又温暖的天气 那当然了 你要一段时间 不是说我昨天还很冷 今天 下雨很湿 那是不是会立刻开 不是的 都要有大概一至两个月时间 都是保持着这个天气 你会看到有点点特征 它呢 叶 会有点点红色 那个红色呢 是涂红色的 对了 在叶尖有点 那这个呢 就会是 可能 是去到 你看到叶尖有点红色 由黄色变了红色 由绿色变了少少红色 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症状呢 就是呢 你看中间的花 你看中间呢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 花蕊 未开花的花 慢慢生出来的 很小粒的开头 你是不会留意到的 但是当它越生越出的时候呢 你就会 它的叶又红色 慢慢呢 就会变成黄色 但是中间有粒 你就知道它差不多开花了 是的 那我们呢 黄精灵 开过花呢 就呈现是白色黄色 多个花呢 它开过花呢 就会呈现是红色的 那当然了 开不开花 很视乎 你放在它是什么环境 它不可以说我试园一定要开花 没可能的 那你要适合的环境 适合的温度 这样它就会开花了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就会讲一下 怎样 去种植这个空气草的 是的 那我们空气草呢 其实呢 刚才都 一直在说 就是呢 它是用空气去养 这样 为什么用空气去养的意思呢 其实不是它有空气就行了 是的 可不可以再讲一次草名字 可以 多角花 多 多少的多 国就是国家的国 花就是 多角花 多角花 是的 花就是花 是的 那这个呢 就是黄色的精灵 是的 黄色的精灵 OK 是的 那两款都是会开花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怎样可以令到它是一个适合的温度 适合的空气 适合的月轮光 去种植这个 空气草 那我们呢 我自己就会分了 植物最重要的三分东西是空气 阳光水分 三分东西 那我们先讲空气 那么空气草 第一个字都已经叫空气了 那么空气很重要 那么其实呢 空气草呢 因为它是生长在一些沙漠 或者是在热大地方 它呢 那些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很干寒的 所以你看到呢 它的热面有很多白色的点 那些不是层 是蛹毛 那那些蛹毛呢 其实就是 让它吸收水分 OK 所以呢 我们呢 淋化了 淋化怎样淋呢 我们呢 不是真的倒水下去 这样是不正确或者不好的 对空气草来说 最理想的淋化方法呢 就是买个喷水壶 在它表面 拿起它出来 那么 将那些白色的点 白色的蛹毛 沾满了水分 它会变了 就是你看不到白色的蛹毛 基本上呢 就够了 那之后呢 我们呢 空气草呢 最重要是空气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呢 它在一个 没有泥土的地方生长 所以它呢 你看到呢 有很多空气草都是没有根部的 你说对不对 我那棵呢 生了一条根出来 好像这棵也是 生了一条根出来 那为什么呢 那它们呢 不是说它不会生根 它生根的意思呢 它是要来抓索一些东西 那它会因应那个环境 如果那个环境呢 很浮动的 没有东西可以抓索 没有东西可以抓索 它不会生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放在某些位置 好像我们公司那样 我们会有个盆 有一些孔孔的 放在这里 对了 好像这些 对了 等它慢慢种的时候呢 它有机会呢 慢慢在尾上 会生根出来 如果是这样 那个根 要不要放在泥土里呢 你会发现 根 很干 很硬的 那些根呢 通常都是有人 抓索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不需要 特别去 照顾那个根 对了 那根呢 就由得它 最主要就是 淋水的时候 在表面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回来 就是空气很重要 最主要就是因为 空气呢 其实是帮助 将那些水分 带过去 植物那里 因为空气呢 有空气 有湿度 那我们呢 它其实呢 不需要太多水分的 所以呢 我们呢 那个空气呢 就要流通 那我们保持着呢 可以呢 将那些不同的 水分的空气 带给它 或者 我们呢 淋了花之后 一定要空气流通 因为呢 如果太多水分呢 就要靠一些空气 去将那些水分 带走 那这个呢 空气流通很重要的 那你会说 那其实 是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 如果放在家里的话呢 就放在厅 房间 OK的 厕所就避免了 因为厕所呢 换气的 方法就比较低 是的 或者你也不会在厕所里睡的嘛 所以呢 人在那里睡的地方呢 你基本上 放空气槽也没问题的 是的 那办公室也可以的 因为呢 办公室呢 多数办公室 空间会大一点 那我们放在办公室也很适合的 所以空气槽也有 很多人会放在办公室里 因为它 不需要怎么打你 而且不用经常淋水 是的 OK 那么记得通风 接着之后 阳光了 阳光呢 我们空气槽呢 会叫做半日照的植物 什么是半日照呢 植物有分全日照半日照 不是说它放在阳台 晒半日 哎呀 够钟 拿回来 不是什么意思 半日照呢 就是放在一些窗边楼台 阳光不会直接晒到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 在一个窗 如果那个窗不是向正东 不是向正西 其他地方也会有光线进来的 那些就是 半日照 全日照的植物 多数都是一些常陆植物 可以放在阳光底下 长期晒着都不拍的 是的 所以空气槽属于半日照 就不要放在一些 天台 很空旷的地方 长期晒着 最好有个小阴顶 这样的 就可以了 是的 阳光也需要 但是 sir 如果office 室内空间 没有阳光 也没问题的 其实光管那些 都可以做到光约状 所以都可以放在室内中植 OK 好 空气阳光 最后水分 水分 我们会放在整个 讲解最后 因为水分会多些东西 而且水分也是很重要 是决定生死的 因为 在香港来说 空气草 最容易死亡 不是不够水 我忘记了蓝花 一年 这样死了 最容易死亡的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 每天都流水 因为太多水分 它就会浸在 叶和叶中间的 垃圾 那些垃圾 慢慢就会流到 根部 那根部长期都有水浸 它就会坏死 那么很多时候 为什么 空气草 会死呢 主要原因 在香港 多数都是 浸死的 对了 因为大家 每天都拿出来 喷两下 然后放下 喷两下又放下 因为长期 也有水分 刚才我说了 空气草其实是在一些热大地方 那些热大地方 多数都是很干旱的 其实它真的不需要太多水分的时候 它如果给它太多水分 它那些 叶里面的根部 就会浸到坏死的了 那么我们 怎样去淋水才是最适当的呢 刚才也说了 拿个喷水 轻轻 360度这样 让它喷到 叶里面的绒毛 沾了一些水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阿sir 如果我重手 就是喷得太多 会怎样 你会发现 叶和叶中间 那些垃圾 就是打直地看 那些垃圾 会有些水珠 那些水珠 其实就是使得它坏死的 其中一个原因 那我们怎样 我们可以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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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完之后 有很多水珠在中间 我们有个方法 这样轻轻 就是不是叫你捏紧 这样轻轻捉住 反着植物 这样 摔下去 将那些水分 沿到叶面 摔出来 那我们摔几下 看看 叶那些位置 没有水分 基本上就没问题的了 那你可以 由得它自然去封干 那它慢慢就会变回 有些涌户 因为水分吸收了 是的 那我们这个动作 大概多久做一次呢 大概 一个星期 来着夏天 那可以 过半星期 至到两个星期 才能一次水 是的 都可以的 因为 香港尤其是 空气湿度 经常都会偏高 除了最冷的几日之外 其余日子 都有 四五十 五六十 甚至夏天的时候 八九十 所以 它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 就已经很足够了 如果放在家 但是有些朋友 会将空气草放在 office office 可能有时 它长期开冷气 长期开冷气 就会把水分抽走 如果放在office 或者一些长期开冷气 的地方 我就建议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浸两次水 是的 星期头浸一次 星期中浸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也是 轻轻噴水上去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浸太湿 因为浸太湿 的话 它里面 就会坏死 为什么我多次强调 它浸太多水会坏死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workshop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学生做过 他们继续了 然后 时期中也有学生 反映回 他好像坏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浸太多水 所以我 一直都提醒大家 尽量不要浸太多水 是的 那么我们 说了 热面 沾满水分 就代表它是 OK 那么刚才我一直都提到 什么时候 知道它坏死 是不是去到 死的时候才知道 不是的 其实 可以轻轻 像我这样轻轻捏一捏的底 正常,这一款黄晶红是结实的 多角花,因为它的叶的形态是卷的叶 所以你会感觉到它会有少少弹性 但是你捏到,不要太厉害,还是会结实的 如果你感觉到底,一两块叶变了乳黑色 多数就是在那里开始坏死了 有两个方法,在表面的位置就捏住它 里面的话,我们就尽量,那段时间浓少些水 让它自己吸收 放房间行不行?当然没问题 也有很多同学,都是放在房间自己的床头 或者放在窗边,或者放在自己的书桌旁 因为有空去看楼色的东西,对自己的冷也很好 最重要是房间通风就可以了 刚才也说了,空气流通,阳光不要曝光 有光度的地方就可以了 水份不要浸太多 如果一个星期没有开冷气的办公室 没有开冷气的家 一个星期,过半星期浸一次 有开冷气的地方 我们一个星期浸两次就够了 千万不要每天浸水 OK? 最后花期,它会开花的 大概四五月三四月那些时间 其实差不多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养殖它的地方比较干 可能它还没去到适合的地方 如果大家拿到回家 在家里养殖的时候 看到它开始变了一些红色的 那其实就差不多了 对了 那最后 就是如果 这个其实也在香港很少发生 大家都会经济淋花 如果我真的太久没有淋花 对了 整两个月没有淋 那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它的叶 现在呢 向外撑的 那你会发现叶边 这样向内卷的 对了 是全部的叶都向内卷 就是代表它水份不够 那时候呢 也真的很少会有发生 但是也讲一讲 我们这些时候它缺水 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碗 对了 接着之后放下去 浸大概三分钟左右 接着之后拿出来 好像刚才那样拼干它 对了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在这里 让它自己吸收 那 做大概 两次左右 让它自己吸收 那它就会慢慢变回精神的了 那理论上 这个白色的挂钩呢 就应该两款都有用的 对了 这个呢 就可以这样挂在这里了 对了 圆形那个呢 都可以的 其实 我们呢 刚才说了上面这里 我们预留了一点点空间的 是 那我们呢 也可以这样挂在这里的 对了 那它因为挂在这里了 那就可以挂在墙上面 OK 对了 那两款都可以挂的 好 那基本上呢 今天的工作坊就完成了 那大家挂的时候呢 如果觉得挂到这么长 觉得不太合心 可以弄掉一些线 再挂在挂角也可以 是的 那我们现在交给 新店铺的苏仪了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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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